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人最喜欢兽力 你就是最好的利物 周明昌 我要杀你很容易 但我要你比清平缓慢一百倍 痛苦一百倍的死去 今天又没有打听到廷臣的消息啊 怎么这么久了 广州那边也说不见人 上海这边又找不到 大哥做事向来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您别担心 他武功那么好 不会有事的 如果我的儿子 有你一半听话 我就心满意足了 现在倒好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让我没了一口 我老子 儿子女人什么都没有了 都是杜允堂害的 我饶不了杜家 饶不了 来 干爹 杜允堂现在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您不是他的对手 我看就算了吧 得过解过吧 你小子居然帮他说话 有没有两头做好人老好处 说 耿爹 您想多了 怎么样 这个鸦片好处吗 别用这些鬼话样来哄我 我什么都清楚 你们都在算计我 想抢我的鸦片生意 亭臣 我的儿子 你在哪儿啊 我什么都在想抢我的鸦片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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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都在做 你处得 很久 你把这些黑鸦片生意 钱生意 我的鸦片生意 那么 我跟他还是 这些生意 花生生意 你要好 咱们 我 要的 去 据他们的情报 周廷臣已经在南方 加入了革命党 我担心 我说过 这些事不用你操心 将军 将军 我回来了 将军 廷臣 你回来了 廷臣 我的为人你清楚 我不会让一个叛徒 留在我身边 我周廷臣 永远不会背叛将军 我回来 是要对将军说一件事情 我让你拿回来的一百万呢 我没能带回来 因为我知道将军的难题 已经得到了解决 没完成任务 就有胆量回来 我这里有份情报 说你在南方加入了革命党 你如何解释 将军 我这里有比一百万 更重要的东西 这本书 对将军会有很大帮助 先往将军看看 够了 我不想听 将军 您回来了 雪梅 我今天有点累了 想听你弹钢琴 给我弹一首 能让心情安宁的曲子吧 怎么还不谈 将军 我前些天回娘家 我大哥很想参加 京帮街商业计划 所以我想 所以你就不顾我三令五神的家规 又来替他当睡客 可是 可是我觉得我大哥的计划 确实挺有灵气的 他不只是个音乐天才 在商业方面也很有天赋的 他在摄影方面也很有天赋吧 你送他的相机 价值两千大样 钱哪来的 是不是把我送你的 红宝石项链给卖了 夫人 你就不要想抵赖了 我替雨兰夫人看着这个家 怎么可能让人有机会吃里扒外 将军 您听我解释 你不要再解释了 我最该信任的两个人背叛了我 一个不肯解释 一个整天解释 我要的不是解释 我要的是行动 是对我沈志佩实之不渝的忠诚 这你们有吗 将军 这件事真的不怪我大哥 他没教我这些 看来对你罚得真不够狠 从今天开始 这个家有云姑全权管理 以后你去哪儿 云姑都得跟着 将军放心 我一定会尽忠职守的 是 绝不让新夫人 有一丝一毫处反嫁规的机会 把京邦街码头的规划图给我 是 是 这是杜氏实业拿出的方案 还附上了汉阳兵工厂老总的推荐信 你知道这启证的含义吗 汉阳兵工厂可以给您足够的军火 我在猜 这杜瑞达究竟能看到多少码头背后的利益 对了 将军 这是金夫人特地派人送来的 耶斯诺米茨 她嘱咐我 要您亲自品尝 这个女人在搞什么鬼命的 将军 我已经替您品尝过了 没有毒 我看见了 谢谢将军 莫妨 紫 您 现在 她们一下 你 让我 莫妨 manufacture 多次 有 然 不是 玉嫩 王侄 记住妈妈跟你说的话了吗 嗯 见到爸爸要说什么 到时候喊爸爸 嗯 王侄是第一次见爸爸 高不高兴啊 高兴 嗯 好好 来 把西服穿上 沈将军好 没想到森夏先生 也是金屋的贵客 沈将军 我几次登门拜访 都被沈将军拘职门外 不得已 只有依靠金夫人 来请出沈将军 供上京邦界合作大计 不必了 森夏先生 这个项目牵涉到 黄浦江的航运枢纽 那是兵家必争之地 我不可能给外人 尤其是日本人 可是 沈将军笑纳了 森夏洋行 几百万的借款 这 你总得给我一个说法吧 欠债还钱 这点小事 我会发行公债 连本带利地还给你 据说沈将军 上回发行的一千万公债 最后只卖出三百万 而且靠的是强行摊派 你一年有七百万的经费缺口吧 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我听说你的忍者杀手 独步上海滩 我沈某最不惧怕的就是暗杀 随时恭候 纯长 真帅 沈将军 快请坐吧 你很聪明啊 利用十年前的旧警 把我骗来见你的日本主子 还收买我身边的人 把军机泄露给你 说 谁告诉你我一年军费的缺口 是七百万 经常有人借我这金屋 谈谈生意啊情报什么的 对了 将军手下有个叫许浩南的 也是我们的常客 我再次警告你 别再打我的主意 我不管你背后靠山是谁 如果你再帮着日本人算计我 我就杀了你 好 好 杀了我吧 再杀了我们的亲生骨肉 王子 这就是你的亲生父亲 叫他爸爸 快叫爸爸 叫呀 我看你怎么把我们的 母子俩给杀了 可惜你这个小道具不配合 沈之沛 你看看他 他叫望之 望穿秋水 等待之沛归来 无论我这一生 多么声名狼藉 我这一辈子爱过的 只有你一个男人 他是我们的孩子 他真的是我们的孩子呀 别再演戏了 我沈之沛一生风铃 如果跟我有露水姻缘的女子 都来纠缠我 那像这种来历不明的野孩子 都能够憋一个脸了 沈之沛 你太值情了你 我不要爸爸了 我不要爸爸了 好 我们不要爸爸 不要爸爸 好 好 将军 将军 你怎么来了 看来这个金屋 真是你捞钱玩女人的销魂枯啊 别动 将军 我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说 那七百万的军费缺口 孙夏龙一是怎么知道的 看来上次的军棍 还是没让你长了记性 你敢在我沈之沛背后动刀子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怎么着了 你最好不要动我 我二哥在中央财政部当副部长 你打狗也得看主人面 你放我一马 要不然 威胁我 我哪敢呀 只不过现在北京当道的 早就不是您这一派了 您要是在得罪我二哥 只怕我今天出事 明天全上海都不太平了 我沈之沛倒要看看 你许浩南上海能怎么个不太平 方同 在 把他抓进死牢 走吧 方同 怎么回事 将军 北洋政府驻入松口的寒军 正在演习 演习 演习 演习这么大动静 官方的书法是 物诈 物诈 我看是想拿这招来恐吓我吧 他们已经炸了 无松口周围的民居 上百间房屋被毁 很多老百姓都遇难了 我已经派人去营救了 许浩南 你 把他去营救了 这个王八蛋 将军 我们是不是该放出许浩南 做梦 原公 将军 快 带夫人去防空地下室 不 我不去 将军 我既是您妻子 我一定要与您同生共死 我不会自己逃的 雪妹啊 雪妹 原公 来夫人的遗像 你先走了 将军不走 我也不走 将军 炮火太猛烈了 我看还是先躲躲吧 好吧 那就先放了这个许浩南吧 将军 上海是个小小的孤岛 被江苏都军的地盘包围着 偏偏那帮混蛋 是咱们的死敌 硬扛肯定不行 我会另外想办法 看到我今天 在别人的炮火下低头 你怎么想的 我觉得大赵府能屈能伸 更何况您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上海滩的老百姓 就算是屈服 也只是权宜之计 将军 您怎么做我都支持您 我没想到 您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很高兴 好 我会好好照顾你娘家的 谢谢将军 我多高兴得不知道该怎么好了 多亏了今天这几声泡好 验出了我女人的胆识 学妹 以后你就应该这样凭良心说话 在这个乱世 保持住自己的良心 很不容易 将军 您放心 我一定会的 是 吼 原来店呗心里只有丈夫 没有公公 啊 她们小两口啊 现在感情甚度 你跟余媚的感情 什么时候这么好过 大姐 她们俩现在挺好的 你到底想什么呢 没什么 都是婉居的事情 来 那个前几天的炮声 没把大家吓坏吧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 我已经打探清楚了 那个前几天 海军打炮的声音啊 是那个海军物炸 物炸 马后炮 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 你懂什么 那个虽然对外说是海军演习 但其实 他是海军要给沈志佩 一些颜色看看 那你说说看 这海军 为什么要针对沈志佩 他们凭什么针对沈志佩 请父亲指教 好 那我就告诉你 虽然说沈志佩是上海王 可是吴松口外江面上的海军 其实是听名于北京的总理府 周围的那些江苏驻军 其实是敌对人马 所以说沈志佩现在是重重危机 这个物炸 其实是北京给他变相的威胁 我听说那起因是因为沈志佩 关了一个军需长 那个军需长是日本人的眼线 而且在北京方面也有靠山 到时候真的为了震军威而把他杀了 那以后咱们真的没有好日子过了 慢点说 慢点说 你刚才说那个军需长 他姓什么 他叫什么 吃饭 管他姓什么赵前孙礼的 这些军阀每天杀得你死我活 跟我们杜家有什么关系 关系可大了 别负人之箭 你知道吗 只要刀兵一起 我们平民百姓 还有就是商家 就跟这肉丸一样 在菜板上 你说能没事吗 现在就不知道 这沈志佩下一步动作会是什么 上海啊 没有两天平静了 有可能马上开战了 如果我是沈志佩的话 我会先表面示弱 然后放出许浩南 再安排一个完美的谋杀 只要找个死士 把许浩南给杀了 到时候就可以把责任 推得一干二净了 死士 不会这么夸张吧 跑路就好了 哪有那么简单啊 先别说沈志佩要杀人灭口 日本方面 还有北京方面 他们怎么会让这个杀手 活着呢 我还有很多事没做 不能全身心地拥有你 我们这种人 注定要孤独猪狼 家人 妻儿朋友 没有一个能陪我们走到底的 这是周少爷的侠 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 我突然想到 我婉居还有一些紧急的事情 需要处理 父亲母亲 我先过去了 你们慢慢用啊 你要去哪儿 婉居 还有一些账目没有核对清楚 马上就月底了 我怕父亲要查账 所以我去趟婉居 马上就回来 你撒谎了 没有啊 撒谎了 你撒谎了 你换过我的 周廷深回来了 是不是 沈志平派去杀许浩南的那个杀手 就是周廷深是不是 你要去救你的情人是不是 杜云堂 我求求你 你就让我去吧 让我去吧 我是杜家的儿子 我不会让我的妻子 和我的家人冒哪怕一点危险 跟我回去 不行 杜云桃 我一定要去确认 他是不是那个死士 那我呢 你把我放在哪里 整个杜家要放在哪里啊 你想想 如果那个人真的是周庭琛 他把你卷进去了 后果会是怎样 我可不希望我们杜家 变成陪葬的 可是周庭琛会死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 我不能 我不能 董一婉 我们杜家的门 就是一条界限 你今天敢出去的话 以后就不要再回来 对不起杜云桃 别指望我会让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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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你怎么了 赶紧把我的车开过来 去追你二少奶奶 为什么追二少奶奶 哪那么多废话 难道你让我看着她去送死吗 赶紧去啊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我会让你回来 我会让我回来 我会让你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放